HELLO,大家好,我是Frankie,今次又和大家見面了 其實今次講的就是小白妹當中有分螺絲板 眼鏡板,這個就是眼鏡板 以及最普通的M板 它們之間其實有一些玄機的 比如說它對焦的最近距離,其實三種都有分別 無論它是小白妹,或者是白妹,都是 那我們現在看看 現在手頭上就有兩支 一支是35,2.8 這支是35,2.8 這支是小白妹 這支最近對焦距離是0.7 而這支是白妹,看到二缸圈 這支最近對焦距離也是0.7 兩支都是一樣,0.7 無論是小白妹,或者是白妹都是一樣 再看看眼鏡板 眼鏡板,這支是小白妹 2.8缸圈 最近對焦距離其實會比較近 去到0.65 0.65 因為它有個眼鏡是矯視的 對焦時可以對得比較近 這個眼鏡板 而這支就是螺絲板 這支是L39螺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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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支是最近對焦 其實只有1米 這支是挺有趣的 因為當時它預料 是用在螺絲機 Schoolmount的機器的時候 因為當時的早期設計 最近對焦只有一米 所以它的鏡頭 它會遷就這件事 如果不是的話 你的鏡頭可以對得比較近 但是螺絲機 其實它去到那裡已經盡頭 就變成了一個地方 有一個空了 那段時間 扭到它最盡 都是沒有反應的 所以這支就是會 定了1米 其實我們不斷 會有不同的影片 上載到Youtube和Facebook 如果你有興趣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我們在尖沙咀 有兩間店 可以親自上來 我們和你講解不同的知識 下次再見 拜拜 upward 我們會示範 可能會有人 會訂閱 我們會示範 Pedic 歡迎 我們會認識 這次的關鍵 就是